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艺兴 以向其排兵布阵的新玩法统帅各自长牌 取消街道海选 采用邀请制的玩法 吸引了Aki GoGoBrother Kitty Bash等不少国际街舞大神的加入 同时前三季人气选手韩宇 步步 石头等纷纷回归 让节目有了国际联赛般的热闹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队长换人 近日 这街四导演陆伟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 他对新一季的新玩法做了分享和解释 称不能重复或依赖过去已有的成功路径 要有改动的勇气 聊到新一季队长阵容时 陆伟气称本季阵容为一老两心一盟 元老队长突破自我 新队长则带来新鲜活力 陆伟还用与子同袍来诠释本季主题 不管比赛胜负如何 我们要共同献上一场精彩的对决 队长阵容 一老两心一盟 队长各有特色 最受大众关注的这街四队长阵容 陆伟以一老两心一盟来形容 一老是前两季的队长韩庚 两新是上一季的队长王一博和张一星 一盟则是新加入的刘宪华 刘宪华加盟者 就是街舞第四季 其中盟新刘宪华受到了许多关注 聊到选择刘宪华加盟的原因 陆伟说 宪华是一个相对偏奥斯库就是风格的队长 从五种风格来看的话 一博队长也是偏奥斯库的 那么两位偏奥斯库的队长和两位更偏二本都市风格的一星队长和韩庚队长在五种配置上相对来讲会比较均衡 其次 宪华队长其实有一些国际化的属性 他的语言能力比较强 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性格 和其他队长在个性上会有差异性 除了以上原因 和刘宪华的视频采访让陆伟感到了缘分 采访中 他描述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两位舞者 我觉得非常凑巧 恰好一个是阿迪 一个是帕品C 但这时候他并不知道阿迪和帕品C都在我们节目里 这个细节让我觉得他和我们特别有缘分 韩庚在陆伟眼里是一个大家长 如果说刘宪华是萌新 韩庚在陆伟眼里就是一个大家长 因为和其他三位队长私下都有交情 所以很多时候他会成就多一点大家想看到的对抗舞台 临场发挥 而不是抱着夺冠的心态来争输赢 在团队上 他会更希望队员能放松地去比赛 但他今年的街舞状态和battle对决状态会让人耳目一新 非常有突破 四位队长的人设都很明晰且独特 如果说韩庚是驾轻就熟又有所创新的 刘宪华就是热情和融合的代言人 陆伟说 刘宪华会极富热情地给舞者打气加油 同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队长 在团队中 他会比较尊重舞者的想法 会把大家的意见调合到一起 争取拿出最好的作品 整个排练场也热热闹闹的 整支战队很有氛围感 这一次 王一博则抱着来学习的心态而来 比起会搞气氛的刘宪华 王一博则抱着来学习的心态而来 陆伟透露 一博队长在场边 只要不录像 他就会跟自己熟悉的海外或国内舞者去学一些招 这种来学习的心态贯穿了整个比赛 微电影中的锁舞是夜音交给王一博的 而几个星期后录制正片时 他们又有缘一起跳一段锁舞 这段神险默契的锁舞 不仅拳王火爆 还被夜音疯狂点赞 称赞王一博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张一星这一季将在节目上展现更多的舞种 去年被称为Krump狂派舞之王的张一星 这一季将在节目上展现更多的舞种 除了Krump 第一期和阿布丽同台表演的一段Locking索舞就是张一星这一季的新信号 在陆维言里 张一星是一个坚持融合各国舞者文化的队长 但最终也是以中国氛围和基础来打造作品 赛制创新 中国风跟街舞的融合 是贯穿本季的一个主题 新一季这阶与前三季最大的不同 在于选手阵容的组成和赛制的大变动 一众海外大神的加盟让节目更国际化 接到海选的取消则打破三季的传统 陆维分享道 这一季 我们完全抛弃了前三季海选的概念 更希望节目是一个能让舞者们相互认识的平台 节目也不再是段落式的剪辑 而是一个处处联系的故事 陆维表示 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大故事 从一开始的盛会开始 盛会的主角去到了各自不同的厂牌 到最后这些主角会产生怎样的碰撞 会有怎样的对战的命运 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其实从头到尾是一个一个故事来串接的 我们前四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描述一个大剧情 而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他串接的还是一百进四十九的这个故事 这次也是四季以来中国风元素最浓的一季 本季赛制直接借鉴中国象棋的对抗概念 比赛舞台也被设计成象棋棋盘的形式 双方在楚和汉界两边对决 中国风也融入到舞蹈和赛程的设计中 陆维说 中国风跟街舞的融合 是贯穿本季的一个主题 我们把国外的街舞舞者请到中国 一方面希望从他们身上学到原汁原味的街舞文化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领略到中国的文化 赛制更新 新一季的选手则是新旧面孔都有 许多前三季的老选手回归 被质疑是回锅肉 这接走到第四个年头 国内顶尖舞者几乎请了个便 难免遇到不得不回锅的尴尬局面 但海外舞者的加入还是为节目添了许多看点 在邀请海外舞者的过程中 繁琐的签证办理过程是最大的困难 但海外舞者都非常高兴且乐意参加节目 陆维透露了一个小细节 比如来自日本的Aki 他比较早办到签证来到中国 他隔离结束后 还专门写了篇小作文 发在我们的选手群里 他已经47岁了 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年能够去参加Battle 看到现在中国有这一场比赛 并且有很多世界各国的好朋友来参加 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得懒 虽然他已经是个裁判级的舞者 但他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国际化和中国风如何才能完美融合 陆伟达到比较珍贵的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 如果要强化一种文化击败另一种文化的观念 那是狭隘的 我们这一季做国际赛最终极的主题 也就是想做世界各国街舞文化的大融合 那么我们每个月看到就好了 我们来看留学我们的绝对对吧 感谢观看 我们准备了 我们应该进行和自己的绝对 让将来看 我们必须得